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27号星期四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这个内容有 金门大桥通行费7月1号起上调 高温暑期PG&E将暂时下调电费 白宫记者团被拒绝进入CNN辩论现场 美机场通过安检人数创新高 估计独立日将诞生新记录 中国两名前国防部部长 同一天被开除中共党籍 全长42公里的深圳至中山通道将于30号正式通车 届时车辆来往两地只需半个小时 欧盟与乌克兰签署安全协议承诺为乌克兰提供长期支持 韩美日在几周岛以南公海启动为期三天的联合军演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吴卓铭6月27号 旧金山综合报道 据ABC本地七号电视台的消息 从7月1号起 旧金山金门大桥的过桥费将增加50美分 非Fast Track车辆通行费从9.75元上涨到10.25元 包括使用Fast Track或拼车的车辆 Fast Track收费将上涨至9.25元 拼车费率将上涨至7.25元 而两周以上车辆通行费将相应上涨50美分 工作人员预计该计划将带来1.39亿元超额收入 该计划预计在未来五年内 每年将过桥费上调50美分 7月1号起 该区大部分公交和渡轮线路的票价 也会随过桥费上涨而调升25美分 这是该区2023年批准计划中的第二轮涨价 本台记者吴卓铭 6月27号旧金山报道 多位湾区针灸业者和支持者 于27号驾坐旧金山中国城中华总会馆大堂 举办记者新闻发布会 宣布针灸项目获得加州政府 2024至2025财年预算保留 加州低收入居民可以继续接受 享有加州医保Medical涵盖的针灸服务 本台记者张苗6月27号综合报道 据圣河西水星报的消息 PG&E将暂时下调电费 旨在降低客户每月账单 缓解客户在炎热夏季面临的高电费压力 从7月1号开始 住宅电费将降低约9% 根据PG&E提供的信息 典型家庭每月使用500千瓦时电力 账单上可以减少约20元 PG&E表示 这次临时费率调整 预计将持续几个月 帮助客户度过一年中 电费通常较高的最热几个月 本来记者吴卓明 6月17号据金山报道 为了应对H5N1感染 又称H5N1禽流感的可能性 圣马雕县卫生局正在参与一项州计划 为家禽和奶牛厂的工人提供个人防护设备 通过加州公共卫生部的一项计划 圣马雕县卫生局根据要求 向雇主或服务于奶牛厂工人 处理生奶牛 处理生牛奶的工人 以及屠宰场和家禽工人的农场 企业和组织提供一次性个人防护设备 迄今为止 加州尚未发现人类或牛感染H5N1病例 本单消息 荆州勇士队公布了下赛季新球衣 球队表示全黑的队服充满了象征意义 荆州勇士队2024-2025赛季的新球衣中 细蓝线代表海湾大桥 虚线纹理象征支撑大桥的内部电缆 风格化的W类似于篮筐和篮网 它将作为球队的辅助标志 制服将用于重要比赛 欢迎继续关注美国新闻 白宫记者协会周四表示 主办大选首场辩论的CNN 多次拒绝了让白宫记者团 进入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辩论演播室的请求 白宫记者团由各大新闻机构的代表组成 通常可以进入总统公开演讲或出席的任何活动场所 目的是让民众了解这些活动的信息 CNN仅允许白宫记者团中的一名平面媒体记者 在广告时段进入演播室短暂观察现场情况 全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本周发布的报告称 6月23号全美机场通过安检的乘客达到了创纪录的299万 不过这个新记录预计将很快被打破 今年夏季美国航空旅行人数将创历史新高 预计旅客总数将达到2.71亿人次 较去年增加6.3% 每日航班数量预计也会增加5.6% 而与此同时航空旅行的价格继续下降 2024年前五个月 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机票价格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9% 甚至比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同期下降了17% 27号网约车巨头优步宣布 他将给美国和加拿大的部分通勤者1000美元带金券 鼓励他们五个星期内不开自己的汽车 转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服务 这个倡议叫做少一辆车 One Less Car 将在洛杉矶 芝加哥 华盛顿特区 迈阿密 旧金山 多伦多和温国华 选出175名车主 让他们从7月22号开始不再开车出行 为期五周 被选中的驾车人将获得价值500美元的优步积分 200美元的汽车租赁或拼车服务带金券 300美元使用公共交通等替代交通工具的带金券 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主持人萧芳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本台消息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27号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的报告 决定给予中央军委原委员 原国务委员兼原国防部长魏凤和 及李尚福开除党籍处分 终止他们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 会将他们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军委纪委监委查明 魏凤和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对抗组织审查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严重违反连结纪律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钱款 涉嫌受贿罪 李尚福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对抗组织审查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违规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钱款 涉嫌受贿罪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送给他人钱款 涉嫌行贿罪 本代消息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27号决定 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 将于下个月15号到18号 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 今天召开会议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在党内外一定范围 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 进行修改后 将文件稿提请三中全会审议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27号回应 美国海军陆战队 未来数年内将在关岛部署 小规模且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 滨海作战团 以对抗来自中国的攻击 并保护日本、菲律宾等盟友时 表示 美方以莫须有的威胁为借口 持续推进亚太前沿军事部署 挑动对立、对抗 推高紧张局势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吴谦强调 中国人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从来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 27号表示 陆港澳近年持续增修相关国安法令 目前已有相当多起民众 赴中国大陆遭非法扣押、留置、盘查等情形 台湾陆委会决定从当天开始 调升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旅游警示为橙色灯号 建议民众、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 香港特区政府当天对台当局歪曲事实抹黑诋毁 抹黑诋毁的政治操弄和险恶用心 予以强烈谴责并反对 本来消息 中国商务部27号发布公告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48条规定 决定自2024年6月28号起 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贾本安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 进行期中复审调查 商务部2013年6月27号 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贾本安征收反倾销税 税率为19.6%至36.9% 实施期限为5年 2019年6月27号 商务部发布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贾本安 继续征收反倾销税 实施期限为自2019年6月28号起5年 中国商务部今年4月22号 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采克冬奥化学有限公司 和湖北可塞化工有限公司 代表中国贾本安产业 提交的反倾销措施 期中复审申请书 本台消息 中国驻美国大使兼常驻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谢峰 当地时间26号 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 出席美洲国家组织年会时强调 中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 拉美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双方是合作是双方的自主选择 符合双方需要 不需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第三方影响 本台消息 南韩经几道电池厂的火灾事故中遇难的23人 身份全部获确认 在23名遇难者中5名是南韩人 17名为中国人 1名为老窝人 警方表示已向遇难者家属告知身份确认结果 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 27号会见南韩执政国民力量党临时领导人黄又吕 黄又吕就火灾 导致十多名中国籍工人遇难表示深切哀悼 向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惩治慰问 邢海明表示 希望韩方全力做好善后协助遇难者家属处理后事 并切实汲取惨痛教训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保障在喊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中国房地产商碧桂园 27号表示 截止去年底指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仍在编制中 公司全面重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集团将持续专注于 物业项目竣工交付及销售业绩提升 保证业务稳定及可持续盈喻 毕桂团判发在港交所的更新资料公告指出 正于债权人团体及顾问 移到积极探索所有可行的境外债务重组选项 公司于债权人方面定期举行会议 以制定考虑到公司重组后 偿债能力的全面重组解决方案 关键商业条款 致力推进专业高效透明及公平进程 碧桂园股份将继续暂停买卖 历时七年建设的深中通道 将于6月30号正式通车试营运 届时来往深圳和中山只需半个小时 久坐或以下客车 全程收取66元人民币的通行费 深中通道长约24公里 双向共有8条行车道 是集桥、岛、碎、水下互通于一体的工程 也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 跨海通道工程之一 以下时间一起来关注国际新闻 本台消息 欧盟和乌克兰27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期间 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 欧盟承诺将在武器交付、军事训练等9个领域 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协议由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 泽连斯基在感谢欧盟领导人时说 乌克兰为等待这项历史性成果已等待多久 已等待已久 他进一步说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 包括防空措施 强调乌克兰在战场上迫切需要防空能力 米歇尔在社交平台说 欧盟承诺将帮助乌克兰保卫自身安全、抵御动荡 协议的签署进一步证明了 欧盟坚定不移地长期支持乌克兰的决心 另外 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同日 也分别与乌克兰签署类似的安全协议 而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 之前也已与乌克兰签署同类协议 本来消息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7号表示 俄罗斯部队没有能力在乌克兰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 而乌克兰的纵深打击就对俄罗斯造成重大损失 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在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表示 俄军在今年春天和夏天再次尝试发动攻势 但到目前为止只取得微不足道的成果 他指出没有任何其他迹象或理由 相信俄罗斯有能力、有实力取得重大突破 据南华早报27号报道 美国众议院26号就几项有关对华贸易的提案 举行听证会 包括可能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街道上行驶 阻止中国半导体和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 以及对希望停靠美国港口的中国制造船舶 征收费用 当天众议院举行了多场听证会 联邦官员和国会议员反复强调 有必要应对中国技术部门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和不公平贸易行为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告诉郑宇燕小组委员会 商务部打算在今年年底前出台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法规 涉及数据收集和隐私问题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27号表示 菲律宾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在6月17号中非南海冲突事件后 对于中方提出外交抗议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非方已就导致一名海军人员严重受伤的第二托马斯交 中国称仁爱交 菲律宾称阿云金交冲突事件提出抗议 并明确表达了菲律宾的反对意见和立场 本台消息 南韩、美国和日本27号起在几州岛以南公海 启动首次自由之任联合军演 军演为期三天 演习涵盖海域、空域、网络等多个领域 演习期间 三国将进行海上反导、反潜作战、防空作战 搜救、海上拦截、网络防御等训练 包括美国罗斯福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在内的 多型韩美日舰艇以及军机将参与演习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这次联合演习展现出韩美日三国不断提升协同工作能力 也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 而守护自由的意志 另外对于北韩宣布26号成功试射多弹头弹道导弹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27号认为 北韩的讲法是夸大其词隐瞒事实 指出北韩当天试射的导弹 在飞行初期阶段已经爆炸 北韩公开的照片中 导弹与去年3月试射的导弹相似 认为照片是伪造 伊朗总统大选28号登场 两名极端保守派候选人宣布退选 也由包含一名改革派人士在内 共4人继续角逐总统的位置 极端保守派的德黑兰市市长查康尼 先前否认结束竞选活动后 27号在社区媒体X上宣布退出总统大选 在查康尼宣布退选的数小时前 伊朗内政部发布声明证实 另一名极端保守派候选人 哈希米已退选 伊朗总统莱希 5月在一场直升机意外中逝世 致使伊朗提前举行总统大选 玻利维亚发生流产政变后 政府27号宣布拘捕原陆军司令苏尼加 以及原海军司令萨尔瓦多 指控两人领导政变 事发在当地时间26号中午 一批军人及装甲车 集结在首都拉巴斯的总统府周边一个广场 苏尼加下车宣布主导这次军事行动 声称为了表达不满而来 无法容忍国家陷入贫困 及令军人蒙羞 电视画面显示军人及装甲车 冲击总统府大门 获总统任命的新陆军司令 下令攻击总统府的军人 遵守宪法并返回驻地 随后军人撤离 目前拉巴斯街头已恢复平静 拉丁美洲多国谴责这次的军队行动 包括智利、厄瓜多尔、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 及委内瑞拉等国的领袖 都呼吁尊重民主 今年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间 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4.97点 涨幅0.091% 报收5482.87点 大奥琼斯工业指数上涨36.26点 涨幅0.093% 报收39164.06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53.53点 涨幅0.30% 报收17858.68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到节目 由萧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